中国第三大无人机技术公司 风潮航语科技将向吉永坡大学旗下的 航空技术学院进行技术转移 这个学院下个月开始组装第一批无人机 初步放眼一年生产3000架 副首相阿莫扎西今天在中国上海 见证这两个机构签署谅解备忘录 这家中企明年也会投资1亿令吉 开设永久性培训设施 提供技职教育 阿莫扎西认为两国在无人机领域的合作 将有助于我国开发出 可以应用在农业和边境监控的无人机技术 当中会先应用在联邦土地 复兴于统一局的稻田 包括施肥和喷洒农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